背台词 相当于是小时候背课文 甚至难度比课文还要大 但是对演员来说 这只是基本功 演员背台词真的是痛苦的事情 记忆快的 边记边拍 记忆慢的 背一个通宵之后 又忘了 苏里其实是女演员里很痛苦的了 因为她接的剧几乎都是大女主的戏 台词多不说 而且都是古文 周一维说 她一般不会去死记硬背 找到感觉之后 直接去建厂用自己的话说出来 但是对于孙丽这样大量台词的来说 真的是臣妾做不到 注意看孙丽的台词本就知道有多少了 感觉比我大学四年加起来要背的东西还要多 竟也是一方面 尽力才是值得称赞 孙丽去拍杂志的时候 就有记者打住了这个问题 询问孙丽 问她是如何记台词的 孙丽还是很谦虚了 说其实自己也没有用功到什么地步 她自己也不是学暴行的 背台词这个东西 还是靠记忆 她的记忆方法可能有备于常人 她主要是靠色块和形状来记忆 简单的说 就是会在剧本上画上颜色 会给台词标记上形状 在孙丽的微博里可以看到她的剧本都非常的花枝招展 赤城黄绿青蓝子 感觉就是每页都有一种颜色 然后会用马克笔画上一些自己喜欢的形状 会涂抹上一些有区分的颜色出来 孙丽说 她完全没有办法一字一句的背 她是会借助颜色和图形来讲那块区域的字 然后就印在脑子里 演员晒剧本得多 但是一般都是洁白无瑕 但是孙丽的却是花花绿绿 确实是色彩记忆法 有意思的是 孙丽说自己的这种记忆方法好像已经遗传给儿子了 因为他看儿子在背课文的时候 也是喜欢在字上画一个东西 可能这个话和字句无关 但就是必须要靠这个东西来记忆 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子啊 但是呢 孙丽也说了 实在傲口的还是要多念多读 没有捷径可以走 所以邓超去探班的时候 也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任何记忆方法的前提都是勤奋努力